新加坡當局決定逐步放寬 應對新型肺炎價限制措施 衛生部聲明說 由今月12日開始 會先給家庭式企業恢復營業 包括洗衣店和理髮店等 學校亦都會在19日服貨 當局會按各行各業 對經濟較重要性 在確保病毒傳播風險降至最低 以及供應鏈不會中轉的情況之下 被經濟活動慢慢恢復 當局會物資注視情況 目標是在6月1日全部解除 新加坡至今超過1萬7千人確診 至少16個人死亡 近期的爆發主要來自外勞宿舍 本地感染數目已經降至上星期的12宗